桃园市政府着手改善殡葬乱象 市议员林郑贤在市议会定期会上 关心桃园区殡葬园区新大楼二期工程进度 另外市议员彭俊豪是再度替中立区殡葬园区周边的礼民来发声 希望市府尽速的设立回馈金的措施 审计处日前指出 桃园市殡葬管理改善效果不足 包括缺乏道路公社非法业者林立 市政府着手改善殡葬乱象 由于桃园区殡葬园区已经使用超过47年 正在兴建新的殡葬大楼 市议员林郑贤在民政局工作报告上 直询工程进度 所以我们有第二期工程经费16亿3000万 居然地上四层地下三层 9月份招标到底招标的没 我们现在是上网 预计10月招标 那如果顺利招标的出去 在115年2月底可以完工 115年2月底 如果说我们在10月底 顺利招标出去 另外市议员彭俊豪 再度替中立区殡葬园区周边里民发声 他表示殡葬园区常年影响居民生活品质 尤其在地的中府里 期盼市府尽速规划回馈金措施 因为这些乡镇市时代还没限制时代的回馈金建制 那时候各区也都 各公乡镇市工作也都不一样的回馈的规模 但是在郑市长上任之后 到我们目前为止 在殡葬这一块 没有新设任何回馈金的办理 但是关于中府里 我们县里长那边的要求 我们事实上对他也做了非常多协助 包括周边的水沟 他的一些小型工程 或是他办一些活动 我们都给予比较多的补助 这种回馈的充究是有限的 那地方到民众还希望说 你们有新的新气象 既然装装进市场上任 我相信他有些新的措施新的做法 那尽可能去想象一下 不怎么样真的回馈到地方的民众 陶芸市两座殡葬园区 目前都在进行改建 议员呼吁 除了改善硬体环境 提供更完善的智商环境 也要照顾周边里民